好 我要问一下张将军 这是今天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新闻 中东地区一如大家所预料的 以色列怎么可能忍呢 它一定会报复嘛 就果然动手 这个报复一直在大家的意料当中 之前以色列料化料的是什么 它会是个致命的打击 它会是个猝不及防的打击 但是看看符不符合这个条件 它是在10月26号的清晨 换句话说就是大概两点半钟 这个一过这个子夜 立刻动手 然后据说包括F-35在内 百架战机 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天空中的画面 密密麻麻的 那这次一打打了两个国家 不但打伊朗 它也顺便把叙利亚也打了一下 那德黑兰据说传出了 五次剧烈的爆炸 但也有的说德黑兰的爆炸 是因为它启动了 它的防空系统等等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蛮特别 就是在伊朗部分 没有公布确切的伤亡 到此刻为止都没有 那乙方就说 出动百余加战机 已经达成了目标很快 那总共攻击了大概四个小时 迅速结束 半夜这个两点半钟出发 结果大概六点多钟 就立刻结束 天刚亮就结束 那另外一头呢 美国包括CNN等等 公布了一些细节 这个细节到此刻为止感觉上都非常的有限 比方说只有三波攻击 然后打哪里呢 打了它的一个弹药库 有的说是导弹库 飞弹跟无人机的基地 还有说打了一栋大楼 那个大楼到底是军事办公大楼 还是一般的政府办公大楼 不知道 但目前从美方公布 媒体所公布的 所索的碎碎的讯息当中 看到这个打击层面 似乎是非常的有限 不像以色列之前讲 是致命的打击 确实猝不及防 但它之前也先通报了美方 据说也跟伊朗先讲好了 当然这些消息 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很多讯息 还有当时以色列总理跟国防部长 是在一个地下碉堡里面指挥 还是有这个最高的这个安全意识 那之前还说 这个伊朗也准备好了 什么千枚导弹 要这个准备好 所以你的双方一直陷入 一个暴富的循环 你打我我就一定要打你 你再打我 我还是要回击你 都有面子上的问题 那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这么的自治 没有碰红线 没有打它的核设施 没有打石油设施 是不是好消息啊 暴富循环到此结束吗 然后我觉得这个美国最有趣 美国还对以色列的打击 大大的赞美一番 说他很克制 你打击别人是你的自卫 你换句话说 抢劫人家也是你的自卫是吗 所以这个白宫也立刻发表了谈话 然后为了这个以防万一 还是这个美国空军的F-16 从德国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中东 去保护以色列 所以张军你怎么看 这个是什么个打法 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打击的话 是一个克制性的报复 极克制吗 非常克制 而且是一个形式上 只要形式上做了报复 对内有所交代 他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就可以了 所以至于战国多战国少 不是以色列 不是纳坛亚胡他所要的 能够达到 有炸到了就可以了 有交代了 所以这个形式意义大 军事意义不大 所以他 因为他有四个限制 第一个限制 以色列跟伊朗相距1800多公里 而且我们他飞行的航路 不是直线飞行 是曲度飞行 曲度飞行是2000公里多 来回4000多公里 你这个飞机怎么 都要挂空中 都要挂附油箱 变成附油箱取代的炸弹 挂附油箱多 你能挂炸弹就少了 因为战斗机F35 就那么大 所以他这个挂弹的飞机 要去载的炸弹 这个载满了油 那载满了油 那只能够载的炸弹 大概一架飞机载两枚炸弹 那只能清零点水 载完离开 所以变成 在这个状况之下 变成了大兵力小战国 大兵力小战国 出动一百多架 那看起来美国的约束 是有效了嘛 美国当初就希望说 美国也不能够叫他不要打 对 但是 以色列也是毛起来 毛起来之后 也派了一百多架的战机 但是小战国 你每一架只能带两枚一弹 因为上面都挂满了 大的附油箱 因为他要去 中途没有紧急备降场上 这种打法说实在了 它的宣传效果很大 但是所有军事专家都看得懂 就这样打 对对对 那所以你觉得伊朗满意吗 伊朗会不要在那种 暴富循环吗 对伊朗来看 伊朗来看 你这个只是蜻蜓点水 炸一炸 炸了导弹基地 炸了这个无人机的基地 没了 重要的其他的 油田没炸 核色丝没炸 首都巴 这个德黑兰没有炸 重要的军港 在荷姆兹海峡的重要军港 没有炸 你看最重要都没有炸 所以布林肯跑了11趟 还算是有点笑是吗 这倒不是 因为以色列在这一方面 他也是利有未待 你看以色列干嘛 有没有打导弹 没有 他换教以色列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 因为伊朗的地缘位置太好了 跟以色列的距离 越近是越倒霉 你不管是约旦和西岸 或者是葛兰高地 黎巴嫩 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讲加萨地区 谁做以色列的邻居 谁就倒霉 好 那你讲到加萨 我们就顺便讲一下 我们来整理一下 新一轮的这个尾巴冲突 已来到此刻为止 你看到加萨 医护人员1000多名死亡 那记者是几百人死亡 总共以色列在加萨 投下的炸药8.5万顿 学校126座全毁 更不要说这个医院了 然后你记不记得 以色列之前做了一张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图 有没有 从最高到最低一个T型图 每个人的照片名字 然后这个打死 就在上面打个叉 之前我记得我在这个 我在出差前 好像还剩下三个 那他今天丢出最新的 全部都打叉 所以这个真主党的高层 就已经全灭了 但是英国的这个金融时报 就是包括这个美国 都写一个 就认为说这个哈马斯 不可能完全地消灭 还有英国时报也报道 说以色列呢 对于这个黎巴嫩部队 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 就是维和部队 发动了十几次的袭击 之前我们不是有讲吗 还把推土机推进去 把人家的这个门给碾坏 那包括这个中国 维和部队的旁边 都有这个爆炸 躲到了这个地窖里面 然后有个传说 没有经过官方的证实 说是用了白鳞蛋 用白鳞蛋对联合国的 维和部队造成了15人受伤 然后呢也有的说 联合国维和部队 终于反击了 我看到那篇报道 立刻点进去看 原来是打架 打掉一架无人机 就是一架无人机 但已经很了不起了 维和部队终于敢反击 所以这个江生军继续谈 你怎么看待 第一个要把连力部队打到哪去 那它确实已经撤了嘛 有部分开始往后撤 那白鳞蛋都可以丢吗 还有呢 那接下来这个黎巴嫩 它就是慢慢地加萨化石吗 我现在来分两个面 第一个看加萨 加萨是人间炼狱 是人间的地狱 是最惨的 你看看大家想想看 8.5万吨的炸药 我们看看 当初丢在日本长崎广岛 是1万7千吨 核当量原子弹 8.5万吨 是1.7万吨的5颗原子弹 加萨地区够小了 才365平方公里而已 那么小了 已经丢了5颗原子弹 相当于5颗原子弹 1.7万吨嘛 这个是8.5万吨 你就是一除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加萨地区50年翻不了身 都烂掉了 都烂掉了 人也死差不多 人死了超过4万3千人 那受伤超过10万人 所以接下来黎巴嫩呢 黎巴嫩将来就是 我们所讲到的 有点第二个加萨 天哪 第二个加萨 尤其是离南地区 对 但他要先去处理这个维和部队 对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样 那维和部队 现在维和部队 很多东西这个打过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的东西会误及的 因为有的他的这些老百姓 他会靠近维和部队 越靠近维和部队是越安全 他就要去打 打到炮弹会不精准的 那不精准是不是刚好 打到维和部队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用换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